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各位打赏的朋友 非常感谢 今天我们来回复一位粉丝朋友的留言 这一位粉丝朋友叫毕格尹氏 毕格尹氏也是一个老铁粉 因为我看到这个名字以后 我立刻就想起他 说明毕格尹氏是一位铁粉 听了我的视频已经听了好几年了 他今天提到一个问题 在我的留言区 这位毕格尹氏的朋友呢 就是提了一个问题说 听说陈氏太极拳伤膝盖是真的吗 是不是这么回事 好 那么今天呢 今天呢我们就来回复这位毕格尹氏 提的这个问题 陈氏太极拳伤不伤膝盖 好 那么第一 我要表达的是第一点 任何太极拳都伤膝盖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仅仅是陈氏太极拳 任何太极拳都伤膝盖 那么我们把它推而广之 任何不学太极拳的人 他光走路他也都伤膝盖 任何体育运动都伤膝盖 不仅仅是陈氏太极拳 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呢 那么为什么 这个毕格尹氏这位朋友会提出来 是因为他局限在练太极拳的人里面 认为练太极拳是伤膝盖 那么认为练陈氏太极拳伤膝盖 是因为他局限于他练的是陈氏太极拳 那么大家可以出去问一问 练其他的太极拳有没有伤膝盖 也有不仅仅是陈氏太极拳 好那么第二个概念 陈氏太极拳是不伤膝盖的 推压广之所有的太极拳 陈氏太极吴氏什么赵宝氏什么什么事 所有的太极拳都不伤膝盖 这是我提出的反面的一个概念 那再推压广之所有的体力运动 包括走路都不伤膝盖 这两个概念是相反的 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说明了伤膝盖与不伤膝盖的决定因素 不是你练什么 不是你练陈氏太极拳 还是练阳氏太极拳 不是取决于这个 也不是取决于你做其他的田径运动 你是走路还是跑路 还是体操 不是取决于你干什么 伤不伤膝盖 不取决于你干什么 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你怎么干 你这个事情怎么干 你练长跑的 练走路的 练杠银的 练双杠的 练体操的 练太极拳的 练长拳的 练外加拳的 练内加拳的 练行义的 练八卦的 你伤不伤膝盖是取决于你怎么练 不取决于你练什么 那么这位毕格影视的这位铁粉的朋友 他提出来练城市太极拳伤不伤膝盖 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练城市太极拳伤膝盖 我也可以反过来说 练城市太极拳不伤膝盖 那么有人有的听的朋友 听我视频的朋友这个事物一定会问 民歌等于白说 对吧 你这不等于什么都没什么都没说吗 不是什么都没说 我们要说的是 取决于你城市太极拳伤不伤膝盖 取决于你怎么练城市太极拳 好 我们先说伤膝盖的练法 伤膝盖的练法 那么我们比如说 城市太极拳金刚倒队 正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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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正脚的时候 我用这一条腿去正脚 这是伤膝盖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用的就是膝盖 可是呢 我们没有用膝盖 我们提起来 整个这个身体都拎起来 都拎起来 我们向下的时候是整个身体都向下 中间的部分是没有哪个地方是沉重的 你看 你看 你看我夸张的 这个东西你看 这个东西是一起下的 不是用膝 它就不伤膝盖 这是第一 你练城市太极拳 你伤膝盖 什么伤呢 就是你练法不对 那么 另外一个练法就是转身的时候 我们练城市太极拳 学转身 脚没有跟上身体 脚和身体没有跟上 你脚尖像这 你人像这 这个膝盖在扭动 那么取决于什么呢 那么 好 我们就先集中说伤膝盖的原因 第一个 你练城市太极拳 是你动作 没有放松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 你的 运动 没有放松的前提下 你扭动的太大 啊 那么第三 你时间长 比如说我也 我也 我也那个 我 我都符合 但是我变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你时间太长 不管你 不管你符合不符合太极拳的要求 你都会伤到膝盖 那么反过来我们说 不伤膝盖 陈思太一全是不伤膝盖 不伤膝盖的是什么呢 一个 你要慢 慢 轻 我动作都是轻的 转身的时候 虽然我的脚没有跟上身体 转动 但是我是慢慢的 因为我慢 因为我轻 他动了膝盖之后 他是很轻的动力 他就不会伤到膝盖 第三 时间短 我时间短呀 我练了十几分钟 哎 就可以了 每天找找全境 找找这个 找找东西 那么他就不会伤到膝盖 他就不会伤到膝盖 好 那么我要得的结论是什么 这位粉 闭革影视这位朋友问的 陈思太一全 伤膝盖 是真的吗 我现在给你正面回答 陈思太一全 伤膝盖 不是真的 那有的人他真伤膝盖了 是因为他没有练队 动作没有练队 那有的人说我动作练队了 那为什么还伤膝盖 时间太长了 你走路 你走一天走几个小时 你走时间长了 你一定是伤膝盖了 因为时间太长了 你人的体能就在这里 你时间长了会伤膝盖 动作剧烈了 动作太重 他也会伤膝盖 那么我现在跟大家说 你不 陈思太一全 我现在正面回答 陈思太一全是不伤膝盖 吴思太一全 不伤膝盖 杨思太一全 不伤膝盖 赵宝太一全 不伤膝盖 孙世太一全 不伤膝盖 吴思太一全 也不伤膝盖 所有的太一全都是不伤膝盖 都是不伤膝盖 我从十岁左右到现在练五十多年太一全 我的膝盖从来没有疼过 从来没有扭过疼过 我现在告诉大家的正确的方法 不伤膝盖的方法 说明格聊太一全 不谈理论 只谈实际的东西 只谈实际的 要谈理论的话 有的说 怎样才能不伤膝盖 几千洋洋傻傻 几千上万字的文章 视频几个小时 多少多少堂课 来说这东西 明格说的很简单 第一 你练太极拳的动作要轻轻的练 轻轻的练 轻轻的练 松松的练 第二 时间要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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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时间短你再用力 你时间短它也不会伤到膝盖 其实这个实际非常非常大到字简 大到字简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简单的问题 太简单了 量变到字变了 你练的时间长了 你量太多 超过一定量 它当然上膝盖了 这是最简单的问题 但是到了专家的嘴里 专家的文章里 他说的太多了 反而大家都听不懂了 为什么 怎么怎么有的人练伤膝盖 有的人伤膝盖 有什么绝窍 不伤膝盖 有什么绝窍 好了 麻烦了 所以 我现在告诉大家 我的体会 我是 不是看书背书的 我是按照我个人的体会 我练五十多年太育拳 不伤膝盖的原因 第一 我不练时间长 我早晨两个小时 说前一段时间我讲到 明格是怎样练太一拳了 我两个小时 在轻轻的晃晃 轻轻的晃晃 轻轻的走一走 轻轻的走一走就可以了 找到这个内部的静呀 气呀 意呀 你想一想自己练的功夫 就行了呀 对不对 自由自在 而且你 我在昨天还是前天讲 怎么打套路的 慢 云 松 慢 云 轻轻的练 慢慢的练 就差一个字 时间的问题 时间要再短一点 绝对不会上期待 你轻轻的练 轻轻的练 松松的练 轻轻的练 慢慢的练 时间短一点 任何太一拳 都不会上期待 我说的这个道理 是很简单很简单的 打到字节 打到字节呀 说到这个 我说的这个简单有效的办法 在很多人听起来觉得 你明哥啥都没说 这谁不懂啊 谁都懂 其实他当他钻到牛角尖里的时候 他就不懂了 他就不懂了 时间练短一点 动作轻一点 慢一点 不要用劲 强身健身 强身健体 有个健身作用就行了 怎么能上期待呢 那你非要去 你用那么大的力 你清刚倒背 你像那个 陈世泰一圈 有一个动作叫清刚倒背 很多人正脚正得很响 地踩得很响 显得他功不深 那你时间长了 你不上期待了 那刚才说了 那你方法正确 轻轻地提起来 整个身体向下 整个身体向下 不是单独地用一个腿 那么 方法 时间 动作要轻 要慢 要松 要揉 太拳就是一个松松柔柔的 就是一个大松大软的 它怎么能伤到膝盖呢 你说败家拳 那练练 伤筋动物 这个有可能 你太极拳嘛 你就是慢慢地揉 慢慢地走 轻轻地走 这轻轻地走 怎么伤膝盖呢 那有的人说了 那我啥都不练 天天怎么也伤膝盖 他天天在家里转 他做到的做事 做做做做 做事太多了 做几个小时 一天十个小时 都不坐下歇一回 虽然他没有练权 他还是伤膝盖 对不对 这就是我说的 大家就记住今天的视频 我告诉大家了 一个要慢 慢的 轻轻地 要慢 要松 要轻 要轻 要慢 要轻 他就不会伤膝盖 就这么简单 我即使我的脚尖 跟身体不一致了 哪个动作错了 也不会伤膝盖 因为你是轻轻地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到了有些钻牛脚尖的人 他就不会了 他就不懂了 就这么简单 那么看上去 这个简单的道理 实际上它归纳到最后 就是太极的原则 你的原则就是要放松 你没有放松 你肯定是伤膝盖 不是伤膝盖 你就伤别的地方 好 那么 毕格隐士提的这个问题 城市太极拳伤不伤膝盖问题 我们就回复到这里 大家就记住 你练什么太极拳 都不会伤膝盖的 你只要按照放松的原则去练 你看 又提到放松 所以松松松 太极弓 一分松一分弓 松紧谨松 不紧不松 所以这个松字是太极拳的灵魂 好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转发点赞 收藏关注 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